現在我要來跟大家講兩三個故事 不管是在國外還是我自己碰到的事情 這些呢大家都要注意跟小心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個發生在香港 有一天呢我跟我的AB朋友要去看電影啦 於是我們就要坐下來了 結果我們前面呢就來了一對情侶 他們就講話極度大聲 就是手機拿出來講啊有的沒有的嗎 於是我的朋友就很生氣 他已經暗示這樣 噓!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人家不管他繼續在那邊大聲喧嘩 欸!那個明天怎樣怎樣 我朋友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請你們小聲一點 那個人就轉過來他們就站起來 你現在是說什麼就開始要跟他吵起來喔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他是對的啊 他堅持己見嘛 我旁邊的那個另外一個朋友 就拉他說好了沒關係沒關係 但是我朋友就覺得 為什麼要拉我、攔住我 因為我覺得這樣真的很打擾我啊 於是這個人直接 一巴掌過去我朋友臉上 然後拉著那個女生直接跑了 在這個情況下怎麼辦 這個也是我反省的之一 因為我的個性以前也是這樣子 我的B朋友跟我說 他說Honey你要想想看 如果對方的情緒不對 即使你是對的 你也應該看情況 於是就去報警啦 警察也是來處理 後面找不到人啊 最後煩的是誰還是你自己啊 你臉上那個被扁的就是你啊 這是第一個故事 告訴大家 不管在哪裡 你還是要看一下狀況 是要查顏觀色 那我自己也是可能比較屬於衝動那一方 或是我有一所以怎麼樣嘛 但是呢 有一所以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高EQ來去化解他 當空姐的時候 和我這幾年的經歷 我覺得我自己有在進步 這個我是講香港的事件 我等一下會講南美洲的事件 現在的阿根廷好了 我的朋友幾乎都有被槍比過 有有人會拿針 就跟你說我有艾滋病 你現在不給我錢 我他媽戳我自己 我在戳你啊 所以這件事情 我回想起來 確實應該聽B朋友的話 第二個故事 有一次 我不知道我去哪裡玩 我們就一起搭那個機場快線回去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園方嘛 園方上面嘛 因為我家要先上去到那個商場 再往上坐嘛 於是我們就回來拖著行李 就準備要去排隊 然後就有一個老先生 看到我們排在前面 他直接爆氣 現在年輕人都不懂得敬老尊賢嗎? 都不懂得理讓老人嗎? 然後他就開始一直噴我哦 你們看到我來 你們就應該要讓位置 你們就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我那時候還說不好意思 可是因為他 我們也是有大型行李的優先這樣子 他說我不管你在說什麼啦 現在都沒有倫理啦 我要爆炸了吧 這時候我朋友 出來講一句話 不好意思啦 大哥 看你感覺就是你就很年輕啊 所以不會把你跟老人想在一起啦 這個大哥 直接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 他就說 好啦沒事啦沒事啦沒事啦 你們做啦你們做啦 所以呢你看 其實這個東西大家剛剛應該很生氣吧 結果沒想到我的朋友兩三下搞定 那我講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飛機上 就我們推車出去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媽媽跟一個小朋友 然後我的那個朋友說 小朋友你要喝什麼就跟他介紹 我們有什麼蘋果汁啊 柳橙汁啊 然後呢媽媽就說 妹妹啊以後要好好讀書哦 要不然以後會跟姊姊一樣在這邊推這個車車哦 然後那個媽媽剛好是坐中間的 比較靠我這邊 所以我聽得到他講什麼 沒把那個可樂拿起來 就摔他了 這時候我的同事同事又講了 對啊媽媽說的對 以後要好好讀書哦 又不然連車車都沒辦法推哦 所以呢 暴力也不能解決很多事情嘛 怎樣累積自己的EQ 很重要 我也是學習學習啦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 自知之明 之前自知的東西我也是有一說一 我會希望給人家建議 哦有一次QB Bar他來台灣 帶他去夜市 他是一個很很很和蔭可親的人嘛 他就看到誰都跟人家打招呼啊 你知道在路上碰到人說 Hi how are you Hi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啊你跟他們打招呼幹嘛 他說 just be nice 然後意思我們去夜市 吃了一家 我覺得不好吃QB Bar也覺得不好吃 啊老闆娘就說 我們這個東西多好吃又多好吃又多好吃 開始炫耀一番 然後我準備要跟他講的時候 QB Bar就跟我說一句話 他們只是一個夜市的小吃 你吃完之後 開心的跟他揮揮手 說謝謝 你就讓人家有一個開心的一天啊 你不想吃你就 之後不要再來了 我可能想要出自好意說 欸那老闆娘會不會知道之後 他會做一個改良或什麼 但QB Bar說你這樣講 可能會傷到他的心啊 這件事情之後我也是理解了 那現在我其實也是一樣 吃了之後我也就是 不來就不來 我當然也不會去下評論或怎麼樣啦 我去香港會拍一些美食 那是因為我去介紹 我很喜歡的 我很喜歡的 我當然會說他好啊 我有跟早餐店的老闆娘說飯有點 後來他煮得很好 也有跟我說謝謝 對啦要看人啦 要看人 所以我覺得茶言觀色很重要 再講一個例句 這件事情發生在法國 那那個時候是我朋友剛好也飛 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跟他一起飛吧 你要知道在香蟹大道上 不是有很多名牌嗎 他就說等一下一定要是來去好好 修平一下 你們知道在法國一定啦 你要排那些精品一定是大牌長龍的 結果呢 我們就排了嘛 然後 前面 有人插隊進去啊 朋友就跟他說 欸不好意思 你插隊喔 然後我就弄他一下 我說你幹嘛說他插隊 你就說不好意思隊伍在後面就好啦 這時候這個人就這樣看著我們 喔 凶神惡煞的樣子 怎麼了 然後我朋友又開始跟他理論 這個朋友就是比較這個可能 年輕啦 年輕這個比較年輕啦 結果那個人直接 扯我朋友的包包 然後跑掉 他們可能三四個人 扯我朋友的包包 不過還好那個時候 香蟹大道很多人 有人就有幫忙 然後那個人就把包包丟在地上 然後他就跑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妹妹啊 這個我們在外面喔 是一個比較危險 有時候我們還是要看情況 人家可能有很多人 你可能就是才兩個人而已 管怎樣嘛 不要陷自己 於這個危險之處 那他問我啊 那怎麼辦啊 我們在國外遇到這種事情 我們又不想起爭執 那我就任由他 踐踏我的權益嗎 我跟他說不是 但是 我們要看情況 你不用插隊這兩隻 你當空姐 你也知道不要用負面詞嘛 就是我們在 接受 training的時候 你們不可能去說 no problem cause there's a problem 因為問題本身就是 不好的字 我們要回答什麼 certainly right away solutely 這些都可以的 但不能用 no problem 所以我就跟他說啦 他說我又不是在上班 我也有脾氣的啊 我就說 ok 我明白 我覺得你是對的 但是當下你必須保護你自己 我應該算是 最不怕危險的人 我在國外的時候 要嘛就是有司機 或有保鏢 或是 有人照顧嘛 那一向都是 我行我術嘛 但我覺得人要有知知名啊 就是你要長大 不能活在我自己的世界裡面 最後還有一個故事要講 這個很重要哦 同學們 如果你們到 歐洲或南美洲 我其實是阿根廷啊 我阿根廷有一種計程車 它叫做remise 有點像 摳車 叫車這樣子 打電話跟他說 我要一台車幾點幾點在哪裡樓下 他很特別是 他比較便宜 然後他帶你去 再帶你回來 帶你回來的那一層 不算錢 是不用錢的 那天好像是我跟我媽 要從哪裡回來 已經很晚了 然後我們上車之後呢 司機就稍微跟我們聊一下天啊 感覺就是很好啊 所以我們就一路到家 因為晚上就是比較暗嘛 這時候他就說 15塊 一出我媽就拿了20塊給我 他拿了錢之後 一轉身他就在那邊等 結果他一轉身說 只有給我10塊而已 我就問我媽說 你是剛剛是給他20塊嗎 我媽說很確定啊 那個人就跟我們僵持不下 我就準備要跟他吵架 當然我媽就把我拉進去 他就跟我說 我們不要跟他吵 第一個他知道我們家住在哪裡 因為他送我們回來 我們下次小心一點就好 因為在那邊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所以呢 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今天要去 任何地方旅遊 我坐計程車呢 到了時候 他跟我說 150 我一定會請他開燈 我就會拿起250 我會喊出來 200 我跟他都看到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能去預防 這些事情發生嘛 所以呢 就在這邊跟大家共勉之啦